我发现我老婆她喜欢女人 她不是电脑可以连接她的那个手机吗 然后呢我就发现了她跟一个女孩的很亲密的照片吗 然后我就发现她喜欢女人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算不算出轨 这个算出轨的话 我能让她近身出户吗 第一这个呀在法律上呀 严格意义上来说不算 因为我们法律上的过错是与婚外异性共同居住 它算是一个过错 当然现在法官的解释啊 也在逐渐的人性化 如果你的这些照片足以能够证明 她真的是喜欢女性的话 法官心里也有一感秤 也是有可能被认定为是她是婚姻中的过错方的 第二个问题 即便是她出轨了 即便是认定她是婚姻中的过错方的 按照法律的规定 分割财产的时候 照样是一人一半 只是会对于无过错方有一定的照顾 或者对于无过错方有一定的经济赔偿 但这一定的照顾和一定的经济赔偿 大概就几千块钱 啊那如果是我出轨的话 为什么我听我朋友说的都是近身出户 就我有多少钱我都得给他 你朋友是忽悠你的 或者你朋友是法盲 那意思就是说出轨这件事情 实际上在分割财产的时候 好大个优势 好第二个问题 龙菲老师 你也是个女人啊 我坚信的认为 我跟我老婆在一起之前 她绝对不是弯的 那为什么我感觉跟她在一起之后 她就变弯了 她会去喜欢女人 我想问一下 这是不是我自己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东西是不是没有满足她 这个事情呢 我以前看过一部美剧 叫做老友记 老友记这部美剧里面 就有一个跟你的情况特别像 也是一个女的 她找了老公了 两个人感情也很好 但这个女的跟这个老公 接完欢乐之后呢 各方面也都很好 就老公也不错 也是一个文化人 对老婆也特别好 经济条件呢 也是中产阶级 各方面都很好 你知道这个社会上 有一种是双向的 你理解吗 就它既可以和男生好 也可以和女生好 那意思我也可以去找个男的一起玩吗 不是 你理解龙菲律师的话 你要认真听 我的意思 这个社会上有一种人 他本身 他就是可以 既跟男的好 也可以跟女的好 但不是说你是这种人 我想宽慰你的是 可能你的老婆 他本身就是这种人 所以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毛病 你有什么不满足他 你有什么问题 他才会成为那样的人 这回说明白了吗 明白了 对 你不要心里面老觉得 是不是我没有满足他 是不是我哪做的不对 所以他变成了那样 不是 他本身就是那样 行 我明白了 那第三个问题 龙菲律师多问 如果现在这个局面 其实我想一想 他因为一个女的那儿 进行活活 我接触不了 但是回过头来想 那个是个女的 我好像觉得我又能接触 然后我想问一下 你也是女人 就现在这个情况 我想改变她的话 最怕什么她 那估计她也不想让别人知道 她是这样吧 现在又有第四个问题了 是这样的 就我跟她聊过这件事情过后 她直接向我坦白了 她觉得我很爱她 所以她愿意跟我坦白 而且非常的嚣张 她还说我们要不是 就三个一起玩 反正要分手是不可能 这个话题不能再说 我先说了 对不起 我只能告诉你 从道德上来讲 从各自的生活健康上来讲 我不建议你 继续跟这个妻子下去 你值得拥有一个 正常的健康的 踏踏实实过日子的 你值得拥有这样一个伴侣 你不要为了遮纳的 就妥协 你换一个 但是我爱她 我怎么换呢 是不是卡住了 这个问题很尴尬 对这个问题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 对啊 因为刚刚说我说了 那么多 其实完全不能 battle过我爱她这个事实 但我就是很喜欢她 很爱她 其实你说那些我都知道 你们生孩子了吗 没有 她不跟我生 所以我才觉得有点怪 那天去看了电脑 这个问题 龙菲律师 恕臣切无能 我解决不了 但是你要说三个人 在一起过日子 那这事谁能接受啊 接受不了啊 我感觉我能接受啊 但是我建议一件事 就不要往外说了 没说啊 我现在说 大家都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敢说出来 我知道 好再见啊